六季以来 这是第一次有侦探 亲眼目睹了整个杀人过程 今天晚上的十点 是我准时要开电话会议的时间 我就在办公室 那个气势辉红 亮着两盏灯的办公室 我在那准备我的电话会议 我刚进办公室就看到 旁边的浮化间亮着灯 大家应该看得非常清楚 在我的办公室跟浮化间之间 只有一道玻璃门 所以里面的事情 我看得一清二楚 我亲眼见到一个 穿着红色斗篷的人 在浮化间里面 用一个金色的摆件 向坐在沙发上的人 进行了攻击 wo-wo-wo-wo 阿姨 knees